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从不需要借助外界的力来成就自己的幸福 他们靠自己就能轻松解开世间一切的结 把日子过得称心如意 命好的人有以下三座靠山 有一座就很了不起 第一座靠山 自己 布莱西特说 不管我们踩什么样的高枪 没有自己的脚是不行的 靠别人得到的东西 可能会因为得不配位而惹祸上身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谁可以让我们依靠一辈子 很多时候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会换来失望 当我们过分依赖他人的时候 若理想与现实有偏差 我们甚至会怨天尤人 导致生活陷进难以自拔的黑洞里 恶性循环 俗话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人就得听人啰嗦 靠人就得低声下棋 靠别人只会战战兢兢 靠自己才能踏实安心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十分坎坷 两次参加科举都落榜 于是他努力进凶 极力争取 后来在礼部省市中获得第一 成为省员 人只有靠自己才有无限的可能 别人给我们的可能只是一盏灯 我们只有坐自己的太阳 才能照料人生更远的地方 第二组靠山 人品 财富不是人的靠山 因为总会花完 地位不是人的靠山 终会脱跑退位 人品 才是一个人最强硬的靠山 可以永垂不朽 永不磨灭 老子曰 人无性不利 业无性不兴 国无性则衰 一个人的人品 足以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人品是一个人的名片 代表了人的形象与修养 人品好的人 圈子大 刀落宽 深得人心 一辈子都是顺坦的 正所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人品好的人 自然高朋满座 哪怕身处逆境之中 也不乏雪中送炭之人 人品差的人 身边只有狐朋狗友 就算左右逢源 也会有人想方设法 将他拉进万丈深渊 每品的人 就是行尸走肉 无人感性 无人与之交心 人活已逝 什么都可以没有 唯独人品 不可丢弃 问心无愧做人 一生心安理得 第三座考山 积极的心态 心若向阳 则无惧悲伤 积极的心态 足以让人 驱散心中阴霾 让人对生活 始终充满热情与希望 拥有积极的心态 能让我们 变得乐观向上 把生命中的伤痛 转化成幸福与快乐 拥有积极的心态 能让我们 变得淡定从容 把生活中的嘈杂 转化成 简单与宁静 拥有积极的心态 能让我们 变得万丈光芒 把人生里的乌云 转化成晴朗与和煦 拥有积极的心态 就等于拥有了 世间一切美好 能够轻而易举 收获幸福人生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正能量 是你活成了光源 拥有积极的心态的人 总是充满正能量 他们在温暖自己的同时 照亮了别人的人生 这也是一种莫大的福报 物质篇里讲 我命由我不由天 一个人的命运 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些真正命好的人 从不靠天 靠地 靠别人 也不怨天 怨地 怨别人 他们只会靠自己 靠人品 靠积极的心态 过上行云流水般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您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您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